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那今天因为围攻法杖突然被改 那虽然官方已经说的是Bug 但围攻法杖现在就变成完全没有魔法伤害加成 那也因为如此突然让我想到 那我来试试看 就是法杖到底魔法伤害增幅 对他的伤害影响有多大 就是魔法攻击力以及魔法伤害增幅 这两个属性对于法杖的输出 就是应该说发射体魔杖的输出 会有多大的影响 那我的测试怪物呢是 在因为要找比较没有人会干扰 然后血又有一定量的怪物 那我找的是蜥蜓人见识 因为我看不到它血量 只是我还看不到魔法防御力 但就算有魔法防御力 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公式也没办法算 所以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去算出来 就是到底打几下 那平均大概一下子造成多少伤害 那以下就是测试的影片 那首先我们先用加七水晶法杖来测试 那加七水晶法杖打 就是蜥蜓人见识总共是打了12下 也就是平均每一下的伤害是28.5 那再来我们就切换 换用加一维光法杖 那用加一维光法杖的话 我们是打了15下 那平均每一下的伤害就是22.8 也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大概魔攻差了4 这两把魔攻差了4 那这两把的伤害就是 相差了超过4点 那即使我们再算上了魔法防御力的影响的话 那理论上来说 一点魔法伤害提升法杖的输出 是不止一点的 那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魔法增幅 魔法增幅 魔法增幅 那魔法增幅我们使用的是战斗强化卷轴 因为战斗强化卷轴以后 魔法力增幅加3 那我们使用了以后 再用同样的两把武器去打 这两把法杖 那结果就是如以下这样子 老实说就是 不止没有变快 而且加一维光法杖还退步了 算那个退步 应该是因为它的输出有所谓的浮动值 也就是说我们在打 就是维光法杖 就是在用前面测试 没有卷轴的时候 都打出最大值 而在使用了增幅以后 都打出小值 但就这样来看 可以知道 魔法力增幅对于法杖的输出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 它的增幅是属于%数 也就是这个魔法增幅加3 应该是属于 就是伤害加3% 那以上害加3%来说 我们前面 就是用加7魔法水晶法杖打 一下是28.5 但实际上 你去拔还算3%的话 增幅根本不到1 所以说等于有真跟没真一样 但如果我们用像地列中法术 一下是上百 那加3%就可能会比魔法伤害还要高 只是就我们目前练功来说 可以知道 这前面短时间部分 至少称魔法伤害 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算是简单的测试 如果就是可以作为大家之后 配装的一个参考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